歡迎收看 來自星星室 我是童彤康 這個有陰陽眼的朋友 他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同一個空間的 另外的好兄弟 那有的時候那個好心 就會告訴朋友說 這附近有好兄弟什麼的 但有時候可能 壞了好兄弟的事情 所以這樣就會害到他自己 到底怎麼回事呢 今天我們就要聊一聊 陰陽眼謝天機的古時 來 首先歡迎 孤獨陰陽眼 不是 孤獨 也有新名字 不要一天讓人家取外號 其實就像康哥講 我覺得在台灣 我們很常聽到陰陽眼這個字眼 其實演藝圈 也有一些人自稱自己有陰陽眼 是 那過去還沒有這個 誰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 就是一個歌手 就是一個歌手 當然一個老歌手 當然現在還在唱 但是就是一個資深的歌手 那因為以前沒有雪碎 所以以前如果你要往 宜蘭那個方向去的話 你大概就只能選擇北宜 因為濱海太遠 這個有幾年 宜蘭那一代 議員的選舉 立法委員什麼選舉 就競爭得很激烈 所以就很熱衷於找我們藝人去 好了 我有一次就去北宜 去宜蘭一個選舉場 它是中午場 要我們做的是中午場 好了 那我就早上開車 到了這個北宜 走北宜 到了宜蘭 我其實一路到北宜的時候 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但是做完秀以後 這個做完秀以後 同場藝人就 說你要去哪裡 我要到新竹做秀 你要到來 你要回台北是不是 坐我車 於是我就帶了這個女歌手 然後跟他的助理 他們助理也是女的 然後兩個女 他助理就坐後面 然後這個女歌手 就坐我旁邊 這個女歌手 他也不必會讓人家知道 他是陰陽炎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有陰陽炎 那我也不是第一次帶他 所以我這次才會順便帶他 我以前在... 我以前坐校園場 就曾經帶過這個女歌手 在高速公路上 我就常常被他嚇到 因為高速公路好好的 尤其是我們做完秀 大概都是十二點以後 你回到台北 以前車也沒有那麼多 你常常就是開車... 他會坐在旁邊突然來一個 前面那個人 那根本沒有人 就你常常會這種舉動 所以我知道要帶他 我大概多少 會有點心靈準備這樣 可是那天上了這個 北宜以後就是 從宜蘭羅東一路巴巴 到上了北宜 他也都沒有講話 就很自然這樣聊天這樣 然後可能他比較累 那我水瓶座的個性就是那種 你不講話的時候 我話就多了 你話多我就話少 我那天看他話很少 我就一路上逗他笑 開心的... 他都沒有講話 那我心裡還想說 還好 那就表示這一路是安全 他沒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突然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跟他們講 不好意思 我想尿尿 我可不可以停一下 OK... 你就停 我就停下來 那就車頭在斜的斜坡的地方 就車頭是往下的 那車上頭女生 我就走到車尾 走到車尾尿尿 好 尿完了 尿完了 上車 上車以後 還沒有馬上開車 因為那個女生也要尿尿 所以我尿完 換兩個女生去尿 那兩個女生就不像男生 那麼方便了 你路邊就可以隨便尿了 他們可能就要走比較裡面 或是走到比較隱密的地方 還要帶著傘 遮住才敢尿 那當然是他跟他助理下去 好 我就在車上等 仇煙聽音樂 等等... 我發現後面有聲音 他們已經尿完 要往我車子移動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們站在我車尾 就站在車尾不上來 我就看後子移 幹嘛不上來 然後我就把窗戶搖一下 我就幹嘛不上來 上來... 然後他們就在 他就聽我這樣講以後 就往我車上走... 兩個門開就上來 女助理先上來 然後那個女歌手 門一打開上來的時候 他看了後面 他還說 你剛剛... 你剛剛不是尿在後面嗎 我說對... 他說 我就下去看 我剛剛不是尿在後面嗎 那白天嘛 就還沒天黑 整條路上就真的 我車那一攤水不見 就在我車的前面 那就是我尿的位置 可是我從頭到尾坐在車上 車沒移動 那我也覺得 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有點想到 我就問他 我就半開玩笑 是不是有鬼動我的車 是不是有鬼動我的車 他就不講話 就看了我一眼 然後我開車就回台北了 好 開到台北以後 他告訴我在什麼地方 放他下來 我就放他下來 我就回家了 然後到回家的時候 快要到我家的時候 我經過一個洗車場 我那時候住在中校東路 經過一個洗車場 我想說車有點髒 白色的車很容易看 車有點髒 我就丟給那個洗車場 我就一下來 一下來那個老闆認識 文明哥... 對啊 幫我這個洗一下 打蠟嗎 對 打個蠟好了 是不是... 然後他就邊走過來 邊要拿我鑰匙 邊看車 因為當時還有很多車在洗 他邊看我的車 你知道我們男生 都很注意車子的改變 他一看好車說 你剛剛去哪裡 怎麼弄弄指紋 他這麼一講 我才一看 我的車 這個六個窗子 旁邊兩個... 前面一個 後面一個對不對 我六個窗戶 一堆掌印 然後我這時候也傻了 沒有啊 我們又不是郭富城 怎麼會有人扒著車子 而且有人扒著車子 你會知道 再一個說了 我剛下車 剛要把車給你洗 那其他地方掌印 我看不到 前面這個擋風 跟我旁邊這個 我看得到吧 我們真的沒有看到 那麼多掌印 那個掌印多到一個極限 一堆這樣 那你自己就會覺得很好奇 你就會想要看看掌印 怎麼回事 可是我說真的 我當時在仔細看 那些掌印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有點發毛 因為掌印上去 就是車的玻璃 其實很容易沾掌印 就哪怕你有一 就是手是乾的 你只要貼在上面 都會有掌印 可是你去看那個掌印的時候 沒有一個掌印是有指紋 因為你手一貼上去 就很容易 就是我一上去看 你很自然就會看到掌紋 指紋 它沒有一個是有那個的 然後我心裡就有點 有點毛 然後想說 那...那就洗吧 反正我就是來洗車 你幫我洗... 然後他就在那邊洗車 我就打電話給我那個歌手 我說 妳說實話 剛剛你們怎麼樣 他說沒有 我剛剛就去看你車 被人家推走 我說什麼叫推走 我從頭到尾都坐在車上 他說我知道你坐車上 他還很淡然 我知道你坐車上 反正車那邊還推走了 我說那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沒怎麼辦 你就把... 你覺得髒就把車洗一洗 我說我現在在洗車場 一堆掌印 他就不講話 那我要上台... 就把我掛掉 好 就洗 我就在那邊等 洗車 打蜜 弄完了 弄完覺得很心安了 就把他開回家 我那天看電視看看 睡著了 我睡著突然有個人跟我講說 錢要花掉 我就醒了 我在那邊打瞌睡 我就醒了 他醒了 可能是電視 對不對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 他說錢要花掉 什麼錢要花掉 好了 結果接下來 我不管走到哪裡 只要入夜 一個晚上 我一定會聽到一次 錢要花掉 對 我一定會聽到一次 錢要花掉 我就想 什麼意思 我說是不是見鬼 還是鬼跟我回來 什麼地方 可是沒有 我家裡有拜金工師傅 對不對 我師傅 如果有這種事 師傅一定會幫我擋 至少會告訴我什麼 還有一次最恐怖是 我在那邊尿尿 突然還有 我在家裡 突然還有人拍我 拍我的同時說 錢要花掉 不是 我一個人 什麼情況 我是不是該搬家什麼 好了 一個禮拜我受不了 我就跑到我師傅那邊去 一到我的時候 師傅跟我講的第一句話是 錢要花掉 錢要花掉 對 那我就問 我就真的徹底毛了 我說師傅什麼意思 師傅叹了一口氣說 你收了人家這麼多錢 你不知道錢要花掉嗎 我當時心裡想的就是 作秀 上通告 拍戲酬勞 我收人家什麼錢 師傅說你仔細看看你的車 仔細看看我的車 我就傻了 你知道 師傅說你公公了 好 來... 就叫那個豆腐 然後師傅就開了六道符給我 開符 老師就知道 紅筆是一般狀況還好 師傅那天開的六張符 全部是黑筆 我一看黑筆 我常常去 我就看黑筆 黑筆啊 有這麼嚴重 好了 那師傅也明明講 反正我照師傅的話 一張 就一天一張畫 一天一張畫... 師傅開了七道符 七道符畫完了有一天 就是畫完那天早上 都早上畫 畫完 然後我要去工作 我要去工作 路上開車...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一個靈感 平常我們那個手套箱 也不大會開 因為都是堆一些 常常不常用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靈感 手套箱 我就... 一個紅燈 我就去按那個手套箱 一按手套箱打開 打開我差很刷晒 而且兩張不是新的名字 就是你看得出來是 跟他頭套給他 人家等在頭套那中 小塊垃圾 兩張名字 我想 靠...兩張名字 我就開始回想 誰動過我車... 沒有 好 我就... 我心裡的靈感就是 我再去洗車 然後我就把車 開去洗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麻煩喔 你這個里里外外 前前後後 幫我看仔細一點 如果我沒有... 我講得很客氣 我說萬一又掉在 什麼縫裡面的錢 你幫我留起來 萬一有什麼髒東西垃圾 反正掉... 你看到髒的 就是我不要的 不要的 好了 那那個他洗車嘛 洗車我就回家了 因為反正住在我家附近 晚上七點多 打電話給我 叫我去拿車 我說好 我去拿車 我去拿車 他問我說 文明哥 你去哪裡啊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你車上找到 好多奇怪的東西 我就跟他開玩笑 我說來 錢還我 我跟他說錢還我 其實我是開玩笑 我想說 掉了零錢什麼 我說錢還我 他真的轉身 他真的轉身去拿鑰匙 然後拿了一疊 差不多這麼大的名字給我 車上怎麼會有一點 他真的轉身 他真的轉身去拿鑰匙 然後拿了一疊 差不多這麼大的名字給我 而且那一疊名字就是 一看就不是人家買好 整套 是一張 兩張收集 有大而想 一疊給我說 你怎麼還給我 我還罵出來 我說你給我這幹嘛 他說不是 陳大哥 我在你車上找到 那我當時的想法是 不是 找到一張 兩張 有可能 因為你瞬間會想到 我經過北移 一張 兩張有可能 我開車 抽煙 窗戶打開 風飄進來 有可能 他說不是 他說陳大哥 你這些名字 全部是在你車上找到 我說我相信你 但你在哪裡找到呢 他說都是在地毯下面 一張發現在後行李箱 後行李箱不是有一塊地毯嗎 然後上面我們放一些雜物 一掀開下面是備胎嗎 他說他聽我的話 要弄得很仔細 一掀開裡面六七張 閃的 然後其他的 有的在我坐墊底下 有的在什麼縫裡面什麼 但我一張都沒看到 好了 那我又害怕了 我又跑去問師父 我去問師... 我去問師父 到我的時候 師父也是跟我講一句話 我跟你講 他們覺得你很可愛 覺得你很好笑 所以他們那個是打賞錢 我說那師父 他怎麼打進我車裡面 那個你就別問了 我說那師父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看怎麼辦 花掉 我想去哪花 師父就說花跟花 是一樣的意思 師父就把我畫一畫 畫一畫 我就覺得沒事對不對 然後開車回家的時候 我路上還有聞到 車上有香的味道 我還想說師父跟我回來了 事情再嚴重也沒事 但是我那天晚上睡覺 真的是我長大 第一次夢 有夢到這麼多的鬼 我做夢 我是夢到 我躺在我自己床上 房間擠了一堆鬼... 有的還拍手 你很棒... 然後我醒來以後 我才恍人大悟就是 我在路上不是跟那個歌手 一直講笑話 就是逗他開心嗎 北一所有的鬼都圍 都圍過來 都在聽 然後都趴在車上 那你有沒有想過 在那邊辦一場藝 對... 我想會在那邊求騙 沒有這件事情 誰要去 大一個台子開始講笑話 大家好 我是突然 一個人演 對 好了 接下來這個故事就 厲害了 就是有一位老太太 她把那個死亡的日期 所有都很準 她說你幾月幾號死 就幾月幾號死 結果在醫院裡面 被人家這個醫院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就給她吃藥 曾穎老師這什麼故事 這是我祖母的故事 喜歡做什麼 我祖母她天生從小 老師你們的村子 跟妳所有身邊的人 都沒有一個... 我祖母從小 他們的村子叫 從小天靈蓋 小孩不是會動嗎 軟軟的 她到往生都一直 因為我沒有合過 沒有合過 那我神神他們 不喜歡跟她住在一起 因為為什麼 因為譬如說有一次 她住在我三叔家 她那一天 因為她跟我抱怨 她說你這個 你這個神神 不聽我的話 她說我今天早上跟 她的兒子講說 她的兒子叫鍾雄 她說鍾雄 你今天要小心 今天出去會有車禍 結果他才車子 要離開他家 那家裡人當然很不舒服 就是說你怎麼老是烏鴉嘴 你烏鴉嘴嘛 唱衰 唱衰嘛 然後她就 她心裡想說 那要不要講 就是說我神神說 你今天有車禍 結果她就沒講 沒講她心裡 知道她今天有車禍 結果我那神神 起摩托斯出去 跟人家相撞 她跟我講 她說你這個神神 不聽我的話 我是知道她有事 好心告訴她 結果她還罵我是烏鴉嘴 然後就是後來 因為年紀大的時候 到八十幾歲的時候 就被送到養老院 剛開始去看她的時候 然後院方有一些抱怨 但是我不知道她抱怨什麼 後來說你阿嬤 就是很多嘴這樣子 後來我想 可能老人去講一些八卦 不好 在接下來我去看她的時候 就沒有 就一直到她往生 就沒有醒來過 因為之前她還會 我還會跟她有互動 結果怎麼到這個養老院 老師去看 老師睡覺 那因為年紀大了 睡覺我們去看她 我們也不好意思 幫她搖醒 對 有一天她往生了 往生我們就去接著她了 接著她以後 裡面的一個阿上 是我們以前的親戚 她說 你阿嬤 她每天 大家聊天的時候 她就說 某某人 三天你要走了 三天就走 某某人 兩天你要走 就走 院方就很困擾 因為你知道養老院的人 其實都是命 夜夜一喜的感覺 而且誰願意聽到 自己死亡的預告 不是 問題是大家一起聊天 然後聊一聊 三天 這一個兩天 你會不怕 下次我阿嬤開口 大家 你會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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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嚇壞了 真的 所以有時候 就不講沒事 對不對 你一講 就是看出發點 就是說有的出發點說烏鴉嘴 可是另外一個出發點看 他是好心耶 你還有三天 你這三天趕快 交代一下 對 一起兩面 對 一起兩面 有的人不知道 一般的人 三天 你跟我三天 我跟他拖拖 不然你兩天拖 我就拖死了 是 這個 這個女兒在跟女鬼聊天 然後把他拉走 結果差點小命不保 秀慧姐 這什麼事啊 這個喔 這是我一個同學的爸爸 他有陰陽眼 那因為小時候 我們常常去他家玩 那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陰陽眼 當然 因為我同學呢 他爸爸那個工廠 他在工廠上班 那我同學如果下課的話 他都會順道去等他 爸爸一起回家 因為他家住在比較山坡 所以走路要走比較遠 他都習慣去等他爸爸 那就有個工廠的阿姨 都會跟他聊天 因為他長得很可愛 我那個朋友很漂亮 就很可愛 嘴巴很甜 很討人喜歡這樣子 那那阿姨看他 都會跟他聊天 有一天他爸爸 就加班比較晚 所以變我那個同學 他就等他爸爸等比較晚 那個阿姨就下班 你還在等你爸爸喔 阿姨要回家了 他說你坐在這裡比較黑 你會不會害怕 他說沒關係 我就在這邊 等我爸爸這樣子 他說那阿姨陪你聊天好了 那兩個在那邊聊... 結果聊得很開心這樣子 他說終於他爸爸一出來 因為他工廠在裡面加工 那外面這邊有一個 像走廊有一個走道比較高 他們兩個就坐在那邊聊天 那他爸爸一出來 一看就大叫一聲 這樣子 他女兒就嚇到說 怎麼了嗎 他說跑 他說跑 跑什麼 怎麼跑 他說 然後他爸爸就拉著 他們兩個人手 就一直跑... 跑到很遠 他們三個人都很喘... 才停下來 然後那個女孩子 那工廠的他們的同事 他說 陳先生 怎麼回事嗎 你幹嘛這樣子很大聲 然後我看那臉都發青了 為什麼要拉著我們一起跑 這是為什麼 他說剛剛 你送外賓跟我女兒聊天的時候 他看到有一個鬼 一直在咬他的腳 一直咬... 咬那個阿姨 咬那個阿姨 他說沒有啊 我都沒有感覺 我腳好好的 他說我真的腳好好的 因為他穿長褲 他腳好好的 一咬起來看 都是那個 牙齒的咬痕 他怎麼會沒有感覺 他沒有感覺 沒有 有時候你晚上睡覺 早上起來不是滿身都沒頭長 你也不知道 對 可是他咬 咬一定會 他沒有 他沒有感覺 而且他那牙齒 像我們的牙齒你一咬 它是一直線... 他那牙齒咬明顯就是尖尖的 就像療牙那種 就是跟我們人咬的那個 齒印是不一樣的 他說我現在要怎麼樣 怎麼辦... 你說我會怕 我的腳怎麼會這樣 要怎麼樣 我都沒有感覺 怎麼辦 他說 不然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是那種特殊體質 他是營養臉 看得到 所以他都結交一些 就是道士 師傅 道行火神的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 比較安心 要化療對不對 對 你看到...對不對 因為我朋友那個爸爸 他看得到 但是他沒有辦法 幫忙 治療他自己 然後就把那女孩子 就抓去老師那邊 那老師就說 這是一個女孩子 他很長得了 可能他上 壘事的冤親債主 他要他的命這樣 他說怎麼辦 老師 這女孩子還沒有結婚 你可以就是幫忙他 幫他化解一下 還那麼年輕 那個師傅就叫那個 叫那個女孩子 在他們那個禪訪 就是連續在那邊禪訪 睡了七天 然後每天都是幫他辭奏 每天幫他辭奏 好不容易就沒事 他的那個齒印 就慢慢慢慢 幫他辭奏到齒印都沒有了 從那一天開始 我朋友那個爸爸 他把那個女孩子 拉到廟裡去之後 他每天晚上回家 他都有習慣 去幫小孩子蓋背 那個女鬼 然後他女兒 就一天一天的發燒 他想說不得了 這如果 他也許是那個女孩子 命已經開絕了 他要抓交替 但被他爸爸救到 他救到 他就沒有辦法抓他交替 怪人家好事 對 他現在要對付他女兒 他想說但這樣不行 就把他女兒抓去給那個師傅看 他說真的 他就是對你懷恨在心 他每天就跟著你女兒這樣 他就開了符咒 然後也是幫他女兒就是晉升 然後再開了符咒 那個師傅就跟他交代 你就是跟你女兒一起 這個符咒你要不離身 你一離身他就靠近你 一離身他就靠近你 那他就有機可乘 可能不是娶你女兒的性命 就是娶你的性命 老師也當做得這樣 你要切記 就是符咒不能離身這樣 那有一天晚上就是 他女兒就不敢 從此不敢再去工廠 然後有時候就去他阿嬤家 這樣子 那阿嬤家有時候 他想說太晚就讓他睡阿嬤家 有一天他女兒就一直吵 想說我想回家 我很多天都沒有回家 我要回家這樣子 那他爸爸就說 那我先洗澡 洗完澡我再去接你這樣子 好 他就洗完澡 就匆匆忙忙 衣服就一穿就出去了 出去要開車 要去接他女兒 忽然一陣黑影 就從那個窗戶這樣 鑽進來之後 就抓住他的方向盤 一直抓 他的方向盤他自己不能抓 但一看 就是那個女鬼臉 就是一直對著他 就是抓著他的方向盤 變成他不能控制那個方向盤 然後他就不能自己 然後就在那個公路上面 就 砰 去撞到樹 後來他的兩隻腳 就差一點要截肢 因為他老婆知道 他常常去找那個師父 就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們 祈禱一下叫眾生民保病 讓人不要有身邊的危險 可不可以保住他兩隻腳 後來那個師父 走到那個病房 因為他都昏迷 走到那個病房 要幫那個就是 那個陳先生 要幫他送信的時候 那個鬼就一直在那邊 就惡狠狠的 一直瞪著那個師父 然後師父就開始 就跟那個女鬼對話 這樣子 還說因為那個女的 本來我就可以投胎轉世了 因為她壞了我的好事 她把她拉走了 那如果我沒有找她的話 我還要等千年萬年 對 又不知道幾個輪迴了 對 我還要再等 你想 我已經等夠久了 而且我是孤魂野鬼 她是沒有那種 不是說有家人在拜的 那種孤魂野鬼 沒有神主牌 對 好不容易我才抓到一個人 你這樣破壞我 後來那師父說 那我跟妳交換條件 我讓妳得五寶 我幫妳連續做幾天的誦經 讓妳比較快修成正果 讓妳可以順利的投胎 後來為了他做了一個月的 那一種法式 然後就一直幫她唸經 唸到很奇怪 她的腳就一天一天好 等到她眼睛張開之後 她的腿終於不用截斷 是那個師父把她命拉回來的 要不然其實她命是該決的 對 因為這個人 就是冤心在死 她那邊可能等了幾百年 對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 這個我終於可以下手了 因為那女鬼一直哭 對 因為她等太久 她說我也不是願意要害人 可是她破壞我 她要陪我 陪我一條可以投胎之路 那可以把那阿姨再牽我去 沒有這種事情 來 接下來這個也是 這個常常有 就是有鄰居上吊 他就當然好心把她救回來 就完了 事情攔到身上來了 其實當時比較早期的時候 很多這個房子是類似 三合院那種救世的房子 那但是你沒有那麼多錢 做那個的時候 就變它這一間是 比如說誰住 那這一間是誰住 分租 對 我講的這個人 他就住在其中的一間 他跟他隔壁那個鄰居 還滿好的 很聊得來 那有一天他那個朋友就說 那旁邊那個鄰居就說 那你是做什麼的 他開始聊...就聊開了 聊開了說 那要不要差不多吃飯時間 乾脆在我家這邊吃飯好了 那他就想 沒有想那麼多 反正就跟他喝酒 聊天 聊... 聊一聊 這個因為一下子 喝開了 酒很快就喝完了 這個鄰居他就去買酒了 他就在前面的院子 在走一走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 他老婆走過來了 那當然禮貌性的 我如果是鄰居 我一定會跟你稍微打個招呼 雖然沒有跟他講什麼話 但是... 可是他發現那個女生的樣 就是表情很奇怪 臉色不是很好看 那頭低低的就走過去 他打招呼他就好像 完全沒有看到一樣 那剛開始這樣子的時候 他沒有想那麼多 問題是 他那個鄰居的太太 後面還跟著一個女生 倒是後面那個人 對他有點反應 因為後面那個人 就是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看了他一眼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也沒想那麼多 好吧 那他們都已經進房間去了 他說好 那他們就進來 他就還是在外面走一下 待會兒再進去 可是後來想想不對 因為他覺得 那個女生看他的眼神 太兇 太兇 然後再加上那個 原本他的太太 那個樣子有點怪怪的 其實平常時候 就算沒有不好意思多講 也會稍微 就你好... 就這麼簡單 可是那一天居然 完全沒有反應 對 越想越不對 對 那我去給他敲門看看好了 那那個... 比如說李太太... 李太太... 沒有反應 他就覺得沒有反應 奇怪 那我確定他走進去 為什麼他沒有反應 而且不是一個人 他再仔細聽一下 好像又沒有聽到裡面 有講話的這個聲音 他越想越不對 就開始用力敲... 那敲的時候 以前那門不是很緊 一敲的時候 從那個中間縫裡頭 隱約的看到他的太太 正拿著那個繩子 在截繩子 那他想不對 他就把門踹開 然後就衝進去 趕快就要把他抱著 因為已經上去了 抱著他 然後就把... 李太太就把他拉下來 好 那這一拉下來之後 那個太太清醒 他心想他 怎麼了 然後就覺得 你怎麼... 對 男女受受不侵 你放穿重點 對 就以這個心態 對啊... 然後他說 你剛剛要上吊 你知道嗎 他就說 沒有... 我怎麼了 他就整個就完全也不知道 自己剛剛到底做了什麼 他說 你看那上面那是什麼 他一看 他剛剛打的 親自打的繩結 他說我剛剛在外面 就是看到你的樣子 怪怪的 然後打了那個繩結之後 他就衝進來救祂 那重點是 他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 那不是還有一個女生 跟他進來嗎 那那個女生在哪裡 去哪裡了 他那時候完全沒有意識到 他也沒想那麼多 那鄰居那個 反正我都已經救他下來 心裡沒有想那麼多 他就回去睡覺 然後他在睡在床上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有一個人 從門走進來 重點在 他的門是沒打開的 他在想 是我在做夢嗎 自己唸一下又不是 他就說 我今天剛好有一個 投胎的機會 那要找這個女生 那我們是有這個 因果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要找他 來報這個仇 那他如果 如果他就是抓了他以後 那他就可以去投胎 可是你今天破壞我的 那個機會 那我現在要 就像剛才講他要怎麼辦 那他想說 那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又不能怪我怎麼樣 後來那個女生 在要走的時候 他很生氣 然後直接朝著這個鄰居的下體 狠狠地抓了下去 那個是痛到痛不欲生 那那個痛不是 不是我們手這樣捏的痛 是從裡面 痛出來的 對 那我們都理解 我們男生 我們以前常常都痛 你騎剛學腳踏車 都常常 都是被打爐吧 對 常常 那結果後來 他當時痛得不得了 然後後來沒辦法 後來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這個也不是 不是那種打到撞到 或者真的是說 什麼東西重擊 那不是 那也查不出那個痛因 他就這樣痛 痛了半個月之後 他的那個才開始好過來 那他就基本上 他應該 他也去寄了一個這個教訓 就是以後看到他 其實他現在就是變成怎麼樣 看到我到底應該去幫他 還是要當成沒有事情 其實他一直很... 這個很難拿 對 這個算是給他還比較 雖然真的很痛 但還是給他比較輕微的 真的 那也算是救了一個人 救了一個人 這要怎麼講 這種天積 你也不會了解 但我們凡人也不知道 接下來講到天積就要講 這個呢 這個家裡的神壇自焚 然後家裡面人還出事 不是 王老師 誰可以叫 胡亂洩露天 這個先生這個信徒 找我之前 他家是開那個塑膠射出 塑膠射出那個 塑膠模型那個 那事業做得很大 原理說他一兩百人 那一兩百人 有一次他的客戶就是他 去他的工廠 看...參觀一下 忽然看到他家 他本身也剛有一個 一個小小的神桌 上面擺了一個土地公 那客戶就跟他講說 你的土地公太小了 神桌太小了 你這樣不行 跟他講說你這樣不行 不行 要怎麼樣 他也是很緊張 很相信 不行 要怎麼樣 他就把那土地公就燒掉了 燒掉了 他換一個比較大尊 以小換大 那再來之後 又跟他講那客戶 他講說你這樣 像我們剛才講說 你這個有帶天命什麼 他開工 你要人家辦事情 這樣需要越大越大 他真的做了 他開個神壇 在他的那個工廠旁邊 就搭了一個那個 很奇怪 我們人就是這樣 倒閉之後的時候 有一天他爸 那他媽媽 晚上要去倒垃圾 忽然走走走走走走 中風 但是你站起來 你嘴巴歪掉 講話就變得不清楚了 手都要用那個住行器了 這樣 然後大概隔了一個多月的時候 他爸爸 就是這個先生的爸爸 有一個人要帶這個 鄧先生的孩子 跑去雅琪亞夜市場 做吃那個牛排 吃完之後 要回來的時候 我說真的很奇怪 你現在騎車 騎車 他爸爸要帶那個 他孩子要回去的時候 有這麼酒醉 要撞到 酒醉 撞到死了之後 他爸爸就噴出去腳斷掉 他兒子最慘的是他兒子 他兒子噴出去撞到哪裡呢 我們那夜市不是 你也看過有人 炸那個雙胞胎 油鍋 他兒子撞到一杯 腳斷掉 他兒子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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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兒子 不用炸了 整生加上半生加 大概百分之 一隻手大概百分之十 或十五的燒傷 大概百分之三四十 四五十 上班 趕快上那個集資上套 燒燙中心 那最怕的孩子 最怕的敗血 敗血就晚上 感染了 敗血就完了 你看 所有的事情 都是從那一個 那個開了神壇之後 才一連串發生事情 你真的在問 一般人 一般世俗的看法 就是我們在幫人家 問神的人 應該是很多 是受到神明的保護 的福報才對 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世俗言過 就是這樣 做善事 但是你如果越轉越白 人不會對你議論紛紛嗎 在天行事 應該遭受好的福報 怎麼會歲運一直來呢 稍後告訴你 稍後告訴你 一連算走下坡 人家不會對你另有 一方的看法 這樣 我就問 神偉要抽 出籤詩 你這個有缺點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問起來是什麼 問起來是什麼 你第一 你就是洩漏太多天積 所謂天積是什麼 它本身要去學祕你 比如說學祕你 我要說 你這個當時 對 剛才是四季 我們其實我們生命在焦慮 就算有這種東西 你也不能亂講 只能跟他說 你這一個月在哪裡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不能說 你這個當時有請教士 第二個問出來 他才知道 他很多處理精神病患 然後說我精神有問題 來然後用一些什麼 符 座 然後教士說 有好 確實有好 正常 還是人要注意 所以你遇到精神有問題 你要查原因 你這個人 為什麼會精神有問題 他不是 他就教人用 符法讓人爬 你也要查前因後果 不知道這個人是過去 有做什麼事情 那當時有一個 是一個男生 精神問題 這大概半年內氣笑 氣笑是被他這個先生 處理好 原因是什麼 這位什麼嚴重 這位你也不知道 他全部人來講 你這一位先生 精神失常是因為 他還是死的人 你知道嗎 四肢五命 就是你高貴 四個女朋友 全部都給他分手劈腿 造成人家四個自殺 其中還有一個是懷孕的 他四肢五命 他還要去找他 你如果人家人搬 人家的一種 一般人家講的 怎麼稱呼 黑靈子 陳琴子這樣 你如果人家這 你就不能人家搬 他不是人家人搬 他還要去找他 好 那我們剛剛講了 那神明是很慈悲 對不對 他家裡面 查起來是有正神 不是沒有神 是正神 現在過去事情 陳琴子來說 好 沒關係 你現在只能講原因 可是你相不相信 你要不要改善 改進 就看你自己 我只要跟你講 你現在目前 你下個月有沒有要去 幫你那個神明 就要幫人家處理一間 消息的宮廟 燒掉的宮廟 他說有 在那個家裡有一間神坦消息 裡面一二十根神 火燒燒完 他要去幫人家處理這個 他家裡面那個神 要去請那個什麼 他請那個神坦裡面去審 幫他處理那些事情 陳琴子也跟他講說 你家裡的神 有來跟他講 我跟他講 你不要去處理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一間廟會消息 那有原因 你的個性你就學不到 你都不知道要查完 你就死了 你就要處理 有時候處理不好 還在那裡 他不相信 他也不信 他不信 他不聽喔 他不聽喔 就有一天要去的時候 前三天 夢有沒有夢 夢到什麼 夢到神裡面的神坦裡面 座上神都不見了 座上神 他家裡面沒有 他家裡面是用 他夢到的那個 是點蠟燭的 是白色蠟燭的 白色蠟燭 已經倒了 燒到後面倒下去 他跑到來 說什麼 是夢這個夢 那我們就聽他解 你一般夢到家裡面的 神物不見了 但是神要遇到什麼問題了 第二個 你家裡面是 他家的神坦 是用神那個燈 可是他夢中 夢中是白色蠟燭 那個已經快要燒完了 表示什麼 表示你 可能要不好 是要走 不知道要出什麼事情 而且那個白色燈 又不吉利 不是開始在說 叫你上次 叫你說不要去處理 那個宮廟 火燒到的事情 是不是在講這個事情 就是 不然你心裡剛才麻煩 剩三杯了 就剛剛神明說 是的 現在這樣 大家就來 好 那個人辦 那個人辦你知道嗎 後來才跟他講說 你那間宮廟 私人神坦的那間宮廟 是已經有 沒有證實 有不好的境序 邪靈 稍為 你要請那個人辦 他這樣好 但是一樣 就是給他們機會 就把自己攔到身上 對 既然處理那個後 回來後三天 做位先生 換他們到火燒 可是你知道 神明就是很慈悲 你知道喔 我說過他說 他們都是假情不好 整個燒的 整個生命會燒 燒到其他都沒燒 我指燒神明喔 神神桌 整個燒的 其他都沒燒到 對 緊張嘛 人家就是剛才有問題 他趕快來 會相信他 問 所以我來刺激講 他說 你怎麼知道 那就是人家整個燒的味 造成那個 食人工廠生意 你不知道要玩意 你還要給人家處理 人家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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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陽世間 兄弟有時候派到 警察就殺了我 那個... 神明師姐也一樣 人家怎麼處理 所有神明 你不知道你的神明 就對方說 你不要來對我的電子圓 我自己發揮 我自己發火 我自己照顧 你不要對電子圓 這件事我拿去搭 這樣 所以說 問起來之後 你看問出原因 那這位先生才開始 有點懺悔 跟學到一些教訓 所以神問 做神職人員 最怕的是什麼 洩露天機 你認證人說 沒有認證人說 沒有認證人說 第二就是你不知道 知道農區嗎 你就會藝人做 藝人扮 第三當然就是 當然... 那個不叫 那個太可惡了 所以說這個大事 你看神明 就是吃到他 高級感染 但是你不要對我的地主 對我的家裡面的信徒怎麼樣 是 接下來 安格斯瘦了 有嗎 因為衣服越來越大件 現在坐在這邊 比較不會卡一點 有點瘦 來 瑋瓦嘴占譜 來 開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四張 就很華麗的牌 那我們來請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張呢 它好像是一個女生 坐在一個船上 往前面在航行 上面有海鷹 前面有小小的那種 焦一樣的感覺 好 來 康董幫我們分析一下 有沒有隱藏版的什麼東西 前面有好幾把劍 有劍對不對 你看 劍的 竟然被發現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也有劍 那這邊像是一個 蒙著面的一個男生 他的眼神其實看著上方 看著上方 那後面有一個像是 城堡般的城門 城門上面可能還有一些 圖案 符號 好 那第二張是這樣 他是在一個橋下 他是一個刺客 這人怎麼心眼那麼壞 第三張呢 這邊擺了好多個杯子在這裡 金杯... 那這個杯子呢 後面有一個好像女生 在往上面爬山的感覺 拿著一個手這樣 披著一個披風 是...的感覺 好 那第四張呢 你就可以看見 好像是一個小朋友 在一個向前面睡覺 累了 靠著他一下 而且還滿安穩的 還滿安穩 但是頭上四把刀 是 就是要有你了嘛 是不是 來... 我們請大家來看一下 自己感覺好的一張 就是順眼 順眼就好 一直以三 四做標準 不然四好了 四 好 謝謝老師 一好了 一 三 三 三 今天要委屈康董 因為我靠直覺對不對 我直覺是第一張牌 第一張牌 因為我剛剛特別講出他的奧妙 那我就... 好不好 有緣分 有緣分 來 有緣分 好 那這四張牌 大家觀眾朋友選好了沒 那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測的是什麼呢 我們測的是 最近一週呢 你會碰到哪一種 當你好心幫別人 卻被恩將仇報的 欺慘下場 這好處理 就整週不幫人 對 不要幫人 這是一個方法 是... 或者是說因為平常有的人 是個性的關係 是喜歡幫幫人忙嗎 但是哪些應該要避開 也提醒給觀眾朋友們 那我們先來看 四號謝老師的牌好了 好 謝仁京老師選擇四號牌 大家如果放大一點看 小朋友在這裡睡著了 好 後面還有兩個象 上面有四把劍 那這張牌的關鍵字是什麼呢 這沒辦法吧 謝老師隨便跟你講一點話 都有點玄機 對 好像很多四號告訴別 那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 市井小民上到底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記得跟別人聊工作的時候 不要太坦白 特別有很多觀眾朋友 家庭主婦做做生意 或者是上班族 聊的時候真的不要太坦白 因為想法容易被剽竊 被抄襲 那總之各位觀眾朋友 多注意一下 是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 正義老師跟秀慧姐選擇的三號牌 三號牌呢 來這一張 它好像在爬山的感覺 但是這邊呢 好像是一個月時日時的感覺 那是最大一個標誌 那告訴我們是什麼呢 什麼 關鍵字是 安慰惹禍 安慰人是這種天性嘛 我很會安慰人耶 對啊 一定要冷靜 接下來一個禮拜冷靜 對 但是不一定會有中 那我們來看 究竟安慰惹禍惹惹的什麼禍呢 好 當朋友的心式垃圾桶的時候 好 建議呢 容易被當破壞 完蛋了 你剛剛在外面 一直跟馬國賢建議 對啊 那沒關係 跟馬國賢建議沒關係 那造成不了傷害 對 你看無論是 假如說是 特別是工作或感情上 有時候你只是給一個良心的建議 結果可能建議的時候 朋友也是無心的說出去了 可是他身邊的人 聽了就覺得有意見 所以你是各個都在說我 我不要怎樣怎樣 那事情就更大 對 是不是 那這張牌 特別容易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要注意 有時候小人的造成 常常是無形之中 是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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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號牌 王老師跟韋明哥 選擇的一號牌呢 等一下你 那我最後一個什麼意思 就是要當作精采的一個收穩 那看到這個好像是白天的感覺 他在用力的划船 上面有幾隻小蜻蜓在飛 選擇一號牌的觀眾朋友 最近一周要小心什麼事呢 有幾隻小蜻蜓在飛 還有幾把劍 好 但是船看起來是安全的 那告訴我們是 什麼關鍵字呢 交通事故 好 建檔在前面嘛 一定有一點這樣的徵兆 那交通事故 告訴我們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假如有時候是 像 文明哥一樣 騎車常會路見一些事情 路見不平的事 有人在上面有這個車禍 口角等等的 其實不要多事 就是這一周就不要多事了 關於人家在交通上的爭執 你都不要捲入 因為你捲入的時候 明明不關你的事了 你突然變成氏族了 不要管閒事 你這一周騎摩托車 對 那其實是一種 像王老師有時候是長途的 你都在拜我 好 終於今天到了最後一張牌了 我們來看康哥的二號牌 好 你講話小心點 康哥好久沒有在最後出現了 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這個人抱著這個 很像武士的感覺 但是他其實是蹲著 好像在門口躲街什麼的感覺 在一個橋上嘛 上面 你看上面還有 有沒有 他在橋下抱一堆劍 就準備要去幹什麼的 好像是抱一堆劍 要給一堆人去打仗的感覺 之類的 好 那我們來看關鍵字 就已經告訴我們什麼 這種戰爭的東西 放 蒸發 放款 蒸發 那究竟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解釋 如果像康哥一樣 選絕號牌 借錢奢障的人 不要理他 跟你來借的 或是要跟你 我買個飲料 這是小事嘛 就是用個舉例而已 沒有 他只要看到人家 就很願意主動借錢給人家 你知道嗎 怎麼好 神經病人 主動借錢不要 其實被動被奢障也不要幹 這種事情 是 像很多那個 有做餐飲業的老闆 像我自己家以前是餐飲業 常常師傅的時候 會跟老闆奢障 暫且先借下個月的工資等等 這種事就不要做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選到 那給出去的會拿不回來 就這一週 這一週不要去借貸奢障 讓人借貸 讓人奢障 本週生人物己 對 除非康哥覺得那是小錢 那就OK 這一週有欠錢趕快來找康哥 不用還嗎 而且他覺得小錢 幾百萬都覺得小錢 是不是 這一週就是 我可以請你喝烏龍茶 其他沒有 再大事只有喝烏龍茶 以上提醒大家 在這一週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要你注意 並不是代表要你什麼 好事都不要再做 對 那有的時候搞不好 人沒有捨哪裡有收 來有德 對不對 講得好 那還有我們今天提醒的 這些故事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還有一件事要特別講 神明不是在看神像大小 對 好 今天謝謝大家 今天謝謝大家